我們先跟各位介紹什麼叫知識圖譜 事實上各位你如果開啟這個 Google 比如說我進到這邊 平常大家當然關鍵字打下去就好 因為這個功能是Google算今年 推出中文版 因為知識圖譜前兩年 就有英文版的就出來了 只是中文版的一直沒有 一直沒有 好我們OK我們再繼續 比如說你要找我們學校的話 平常你找完了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走 找左手邊這邊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其實現在右手邊有不一樣 對不對右手邊的部分 右手邊的實際上他也有留 就會自動幫你把你要找的 不管是人事實地物 會自動幫你整理起來 因為 一般來講我們收訊型大家都知道他很厲害 但是呢 就因為找了太多所以還不夠聰明 所以他的知識圖譜事實上就是希望像百科全數一樣 也就是說你在找 你的關鍵字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般看百科全數他要怎麼做 是不是 你找了那個關鍵字以後他會把相關的資料是不是先做一個整理之後再呈現給你看 那麼在右手邊這個就是所謂的知識圖譜 知識圖譜 那你看我們學校的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我們學校的相對資料不是那麼多 好那我們來找找 明星的 你有喜歡什麼歌手 國內的還是國外的 你想要找什麼 關鍵字的 找人事實地物都可以啦 國父 蛤 國父 國父 喔好 順便還可以找一下孫中山 或者是 或者是蔣中正嘛 好你看一下右手邊 哇 真的沒有很多 但是他把 你找國父他就不會找到對岸了 對不對 對啊 那 這件事也有整理一部分出來嘛 那我們來找另外的 像我找中正 這個中正大學的一樣 他這邊也有秀出來 可是 他這邊還有一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他告訴說其他人找的其他項目 那一般像我拿那個歌手的給各位看好了 比如說像五月天啊 你找了這個之後呢 你會發現在我們的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他的一些基本的介紹 對不對 連他 什麼時候開始的 對不對 然後有哪些專輯哪些歌 有沒有發現都整理起來了 因為這個部分他需要做人工程 處理 所以 可能有些關鍵字他沒有那麼快 會慢慢的累積 會慢慢累積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像這樣去找那麼 比較重要的是很多人都只看到這裡而已 忘記下面的這幾個 其他藝人也找了這個 你看我把他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裡 這裡就變了有沒有 而且右手邊就直接變成他的 有沒有 有沒有 為什麼我可以 因為我有給你啊 在那個上面就有 阿招官你不能進去我忘記了 等一下我給你 這不用錢的 我們還有做錄影啊 錄影也不用錢 真的真的 我們 你看一下在上面 這些點的 點了一下 下面就是怎麼樣 跟著做改變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有什麼好處 也就是我在同一頁是不是就全部看完 我不用再找這個人那在查關鍵字然後在上一頁下一頁 所以因為很多人都忽略掉在下面這個地方 他有相關的 通常都只看他用什麼而出來 就好像這樣就好了 然後就自己再用回左邊慢慢找 所以其實他的知識我希望變得比較聰明一點 變得比較聰明 當然你目前來講的話 還是找英文的關鍵字最多 中文的會慢慢累積起來 所以這比較特別 這個是所謂的 Google的知識圖譜 今年Google才推出 中文版的部分